今天日圓一開盤就呈現大聲的一個情況 主要原因跟著日本央行宣布貨幣政策指標10年 在上限原本在0.25往上調高到0.5 為什麼會調高指令率的曲線上限 最主要是因為日本經過國際原物料大漲的影響之下 也造成輸入性通膨造成影響 以至於讓它明目的CBI已經爬升到3.7 當然對於平平物價的飆漲也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壓力 當然這個使得日本央行的話 再也不敢再採取那麼寬鬆讓日圓貶值的策略 日本央行此舉的動作並不是所謂真正的貨幣緊縮的一個政策 但也不代表說日圓就從此大漲大升 最主要是真正的一個日本央行的一個升級動作並沒有看到 最主要是說日本的一個CPI雖然已經來到3.7 不過扣除食物跟能源的一個核心CPI的話 還在1.5也就是說還在目標區2以下 因此只要核心CPI還沒有辦法發生到2以前的話 日本央行還是仍然不會放鬆寬鬆的貨幣證證 也就是說還是會進場購債 也就是說如果一旦10年債的一個殖利率飆升到0.5附近的話 日本央行依然還是會進場購債把錢放出來 這時候的話日圓就有機會再度的一個迴變 如果對於日圓有需求的民眾 今天的話當然日圓相對貴不宜馬上進場去追逐 我們也可能會買在相對的一個高點 那如果等到日圓稍微比較風頭過去的 稍微比較回扁一些的話 那這時候你就應該要逐步的縫低進場 購置一些日圓在手上 當然日圓還是有機會回扁到對面 1.35以上的一個價位 那只是說未來來講的話 當然也不可能讓日圓再回扁到1.40以上 因此來講的話如果日圓對美金的話 能回扁到1.35以上的話 投資人這時候你就不用等了 就是開始要逐步的進場至於逢低 買一些日圓在手上 以備你未來要支付日圓所用 加熱它 我們可以去學習 是像就筆利店 我們可以去學習 休息 謝謝 我們可以去學習 每次 crow 我們可以走 我們可以去學習